大家好啊,我是乐浪星 现在行李已经准备好了 又要出发了 今天继续往那个敏县那边走 然后昨天的话就已经找到一个罗帽来 顶替固定着这个车轮了 今天走的话会安船很多 然后到敏县之后呢,就换一个新的 不过刚想出发,那个就天气了 就开始下着一点小小的细雨了 虽然不大 嗯,希望不要变大吧 反正也不管了,现在往前走,希望不要变大 要是变大的话,我就找个地方躲雨了 走了一整个下午了 都是散坡路啊 看到那边的大卡车了吗 我待会要推上去,散坡 哎,现在我要往散坡走了 沿着这条路一直拐弯拐弯 然后追到对面那边那个地方 再翻过去 哇,这个坡挺,挺长的 啊,小黑玩心态中了 一边推,一边走他就一边,就是撩浪浪 我们正在跑,我们慢慢,慢慢也不防跑 啊,专心点啊,小黑 不懂得节省体力,真的是 现在我站着的地方就是我刚刚 在对面那座桥所站的地方 看过来的地方 哦,推了我到半个钟头 放大看一下吧,这样好像看不清楚 啊,就在那边 哎,累死了 晚上七点半了 然后现在的话,再过一个钟就要天黑了 然后我来到一个村庄这边 就看一下这个村庄有没有是摘银的地方吧 我现在进去看一下 这村子的话,嗯,地方是有 但是人太多了 可能很难,就算扎银也会被人打咬到 然后这边小孩子太多了 都很好奇的望着我们 嗯,有时候很好奇的 不去带着三只狗 拿着一个车吗 嗯,看来是第一次看见的了这种狗 都很套奇的维古兰 哇,好多维古兰 哇,好多维古兰 嗯,我在考虑要不要在这边炸银 嗯,有点 有点好,很不好意思 那想来一下还是继续出发吧 人太多了 晚上这么多小孩围着 对啊,很难休息 哈哈,先继续骑一下 刚刚看到那边有个木马趟景区 哎呀,有只狗啊 不要打架啊,你们 看你们 呃,前面有个木马趟景区 所以我进去看一下那个 有没有在栽营的地方 然后我在这边停留了一下 附近的村民都围过来了 看来我还是挺糟 挺糟风的 哈哈 来到一个叫无腊村的村里面 然后这是村口 然后再往前走的话 就是那个木马趟景区了 啊 这也就是木马趟景区前面的一个村庄了 在乡村里面 没面包啊,只能买个方便面和一滴盖来 啊,顶顶肚子 村民都很好奇 我车停一下 然后村民就过来围观了 买买了挺多水的 没水喝就不行了 嗯,今晚晚餐已经弄好了 今晚就吃这个泡面 嗯,现在就吃了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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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